指揮中心一直維持一段的立場 我們一定是 都一直很希望可以 全力來協助促成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一直不變的態度 那第二個是 外面有許多不實的一些傳聞 那也會造成郭董 難免會造成一些誤解 那另外呢 總統也會不排除 跟郭董見面進行 那也會來進行一些相關的安排 到底可不可行 那可不可以核准我們這個合約的結構 或者是說 可不可以核准我們這個捐贈合約的細節 還有這些互相彼此的權利義務 其實這都是必須進入實質的討論 所以所謂的協助應該是 更快的推動實質性的討論 而不是只是協助 我覺得協助這個字眼比較空泛 那我們現在這個八點生命裡頭 其實比較多的是 希望推動實際的工作 好 最後一集 在這個八點聲明裡面呢 很主要的就是說 希望能夠推動一些實質的進展 因為我們其實在6月1號的時候 大概已經把我們初步的這個捐贈的結構 跟一些比較內容性的事情 已經成交給這個主管機關 那對於主管機關的相關要求 事實上我們也在給這個陳時中部長的公文的附件裡面呢 在捐贈合約內容裡面呢 我們也說明了就是政府需要相關的一些授權或配合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推動我們這個採購的任務 所以在昨天有看到這個蔡總統呢 就是說要全面開這個綠燈嘛 那我們就心裡想說 如果能夠全面開綠燈 那當然聽起來就是一個國人之福啊 所以我們就想如果有一些我們比較不了解的因素 有在這裡面可能有一些阻攔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進入一些實質面的討論 那盡快讓所有的文件都有了結果 或許會讓這個疫苗的輸入會更加的順利 這個呢 我們都有期待 在會 simulator 還有一大酒店的活動 저也要知道 嘿 Cristo 都 dam在一起 下流沙了 天上 都放到5月 在那個平日 做半日 去看 亞こ 在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董事长这边 那这个时间他也非常的努力 那我们也提供了相关的一些 一些罕见 那我相信他持续在努力中 不过我相信也会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各大疫苗场 到目前来讲 基本上的一个政策方向 都是跟国家往来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当然也会继续跟郭董事长 继续来联络沟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永龄基金会向卫福部申请疫苗专案输入 全案正在按照计划进行中 知道国人对于疫苗出入的应切期盼 必将全力以赴 所有的媒体报道 只要为经郭台铭本人或是永龄基金会出面证实 全部都是与事实不合 不管他是属于媒体自行的议测 或是没有经过我方证实的消息来源 这些目的或许只是在阻挠取得疫苗案的进行 实际图谋我方不得而知 但谣言止于智者 希望社会大众不要听信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 在此感谢卫福部疾管署周署长 以及他的同仁在端午节假期期间 还能够牺牲假日 与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先生及团队一起开会 讨论专案进口的相关细节 也感谢陈部长在周日深夜 还亲自致电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先生 承诺将全力协助此次疫苗专案输入 以作为慈善宗教团体工商企业 协助政府进口疫苗之范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